你川普也被說你好像有心智狀態 有問題嗎 因為他被抓包說呢 他把海利呢 跟誰 跟這個裴洛西搞混了 因為呢他造勢場合當中 誤指說海利沒有辦法阻止 在2021年1月國會山莊暴力的事件 但是也是裴洛西 裴洛西跟他真的有很多仇 然後呢 川普在15號的時候 勝了愛荷華州的初選 但是呢 他的盟友緊張死了 比利時總理說 如果他再來的話 他會美國優先 歐洲要自力更生 南韓也說 我趕快跟美國要同意展開呢 防衛費用的分擔協定 怕川普來之後又要加錢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他真的是 說了大實話 川普在當選 美加關係會倒退 法國總統說 哎呀我們還是要做相關的準備 然後呢 其實美國 而英國之外 軍情六處的前負責人說 擔憂川普再次入主白宮 這個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比如說Boris Johnson就說 川普回來 那個廢話他開心 非常好 那經濟學人是寫了一篇文章 說2024年最大的災難 就是川普再次當選 比任何災難都嚴重 中東啦 烏克蘭戰爭都嚴重 所以是不同評價啦 我相信馬克宏會比較高興 因為北約力道就會減弱 因為他就是戰略收縮嘛 我們且不要說他一定不打仗 可是戰略收縮是確定的 那當然最倒楣的會是烏克蘭 就沒了 因為他可能會立即處理 俄烏克蘭戰爭 可是他也可能一面倒支持以色列 所以可能是中東戰爭惡化 或擴大規模 可是美國也不一定真的會出兵 所以川普是不喜歡用戰爭 來解決問題的領導人 所以坦白講是有好有壞 他當選到底對台灣是好是壞 到現在實在來以判斷 不過我認為是壞居多 因為戰略收縮嘛 所以我覺得大概對川普來講 他不喜歡的女人都長得像佩洛西 所以才會把Nickey Haley 認為是佩洛西就對了 不過我跟你講 這個會有一個吊詭 就是搞不好最後 他還是要跟Nickey Haley搭檔 對啊 這個是就是跟那個拜登 最後跟賀錦麗搭檔一樣 他就專攻賀錦麗的 而且Nickey Haley相當聰明 他很厲害 他已經鎖定賀錦麗 做為他的攻擊對象 所以我真的預判他們會搭檔 OK Nickey Haley事實上當過州長 對 他其實還有聯合國 事實上他是 他有能力的 他的本事比賀錦麗 強多了 大多了 所以 而且再加上 那個川普那個超級帥的兒子 已經長大了 今年18歲 所以呢 他住選是不是 他會拿到很多年輕 OK 就跟那個 是這樣子喔 就跟鄭運鵬的兒子一樣 鄭運鵬的得德一樣 OK 要老的得得還是年輕的 這個沒辦法 這個 外貿協會 美國選民還是蠻多的 這個樓歪掉了啦 川普的兒子 非常受歡迎 對 有時候川普兒子 不過我是在講 川普的那個 慎選的因素 那我覺得 拜登在氣候論壇的承諾 恐怕會打很大的折扣 他不只這個 連IPAV他也不一樣 那個IPAV本來就沒有功能 那不重要 可是氣候論壇是有功能 那 因為共和黨長期就是跟石化 是結合在一起的 還有軍工嘛 這兩個是非常明顯 是支持共和黨的 我最近看到一種說法啦 說安格羅薩克森的老工業家 都是支持共和黨 那猶太人 金融 還有高科技業是支持民主黨 哦 是這樣啊 我最近聽到一種說法 然後說有一個人 是新冒出來的力量 叫做那個馬斯克 所以他兩邊都可以這樣 ok ok 不過基本上 他的地緣政治的思考 真的完全不一樣 對 他會完全不一樣 他真的就是戰略收縮 而且會非常明顯 是 那這個時候 如果美國來四年孤立主義 那對於有一些自由派 或者是國際主義者 當然就是重大打擊 英國很明顯就是這樣 他一定會受害 因為他就是需要美國幫他撐起 這個國際架構 那至於其他國家 就不一定是這樣思考 是有些國家會說 希望戰爭趕快結束 那有些國家是希望這個 民主黨能夠繼續執政 所以呢這個局面呢 今年真的是太精彩了 那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呢我們就說 川普如果真的回來的話 絕對不會給你搞什麼 氣候暖化這個議題 他不care 因為他說根本就沒有 氣候暖化這個議題 所以呢電動車就很重要啦 那尤其是呢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去年 已經出口491萬輛車 但當然不是全部都是電動車 不過呢 法國他們有諮詢公司發現呢 2021到2022年 對中國大陸歐洲的這個出口量 這已經到第二名了 今日匈牙利這個媒體也說 歐盟要對中國大陸電動車打壓 你會損害自身的競爭力 跟消費者的選擇 好那更別是我們剛才提到 經濟學人提到 你應該歡迎啊 不是打壓 因為美國的這個政局 那事實上的話 最近美國有一位政治分析家 他的分析啊 我覺得值得我們參考 他說這個世界上 他說 基本上已經有三場戰爭了 他說哪三場戰爭啊 他說而且今年的世界的地緣政治 只受這三場戰爭的影響 那大家算一算說 怎麼會有三場啊 不是就兩場啊 第三場是什麼 他說第三場就是美國的 美國現在正在進行的這場戰爭 選舉 他是用戰爭來形容 美國內戰 美國內戰 4月26號上映 對 他是用內戰來形容美國 他說這場戰爭只是沒有槍炮 可是兩邊陣容的 這樣的鬥志跟他中間的差異 事實上 跟戰爭已經差不多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何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控 可以購予的衣服 於是 平衡的試鑰匙 因為長度 完成後